Tesla的執行長Elon Musk 他講說台灣應該變成某國某國的特別行政區 軍事方面很簡單 任何違背我們的憲法 硬要侵佔我們領土 硬要對我們有所武力的舉動 我們絕對護衛自己的國家 要用什麼裝備是國軍來考量 這樣沒有需要我買他幹 目前絕對不會再買了 請問一下這個部長 我們看到Tesla的執行長 Elon Musk 他講說台灣應該變成某國某國的特別行政區 來防止相對的衝突 請問一下部長你的看法是什麼 政治方面議題我們不要再討論 我們軍事方面很簡單 任何違背我們的憲法 硬要侵佔我們領土 硬要對我們有所武力的舉動 我們絕對護衛自己的國家 這就是我們自己討論這個地方 我想你只要沒有經過一個合法程序 我們當中所不容許 但我們國防部一定是 針對外務 會有所反應 我們還不去討論這些議題的 但我們知道這個內容 好 OK好 部長這個講得很好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有請一下我們這個 後勤 參謀次長是 我們的這個 次長謝謝 委員好 那個 次長我請教一下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我們國軍有在使用Tesla的情況 特斯拉的情況 報委員 我們目前有7輛的特斯拉國軍在使用 那這7輛的特斯拉都是一般的行政公務使用 那目前的使用狀況都正常 OK 那我請教一下 特斯拉它有基本款 也有高階款 也有中間款 那據我所知 特斯拉可能會有這些鏡頭啊 但是在車子內部有 車子外部外殼也是有這個所謂的攝影機 我們這7台的Tesla有嗎 報委員 這7輛是有這個功能 但是因為它的鏡頭 像我這張圖上在講的Auto Pilot 我們有用到這個Auto Pilot 自動輔助駕駛的這個功能 或者是這個規格嗎 報委員 我們的氣輛車是有這項功能 但是因為 所以有這7輛車上面 前後左右上下都有8個鏡頭 是 沒錯嘛 是是 嗯嗯嗯 那因為這個 它這個功能會有 具有一個將它的影像跟圖資 傳回到美國總公司的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有規定 我們這7輛車 不管在平時或在營區 它這個功能在面板裡面 這個功能是要把它關閉 不能使用 不能使用 是 好 那當時候為什麼要 那我們就買一台電動車就好 為什麼要買Tesla 因為我們所有的士官兵在營區內 是不可以有攜帶鏡頭的 那我們也知道 你去問很多理工男 他們的筆電上面的鏡頭 是用貼紙貼起來的 那我現在就就教一下 這8個這7台車這8個鏡頭 它進去裡面的鏡頭是開啟的對不對 有貼起來嗎 因為我們到現在 Elon Musk這樣一講這個話之後 我對他的信任完全歸零哦 報委員這部分我還要再查一下 會後再跟委員做個報告 好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這個 我們的 我們是2019年11月開始起嘛 那我們這個Auto Pilot 就是自動輔助駕駛哦 我們有更新裡面的軟體嗎 因為其實整台Tesla 貴的東西不是它的電池 也不是它的車身 也不是它的韓兜爐 貴的是它裡面的AI也好 或者是裡面的輔助系統 均勢上講一講就是軟體啦 對 那我們最後一次更新是什麼時候 有更新過嗎 這個有更新過 但是我們的更新 因為我們的營區裡面是 機台全部都更新了嗎 我們都是到原廠保養的時候 由原廠來實施這個系統功能的一個提升 那最近這7輛車 最新的一個提升的時間 是在去年的11 12月左右 但是因為我們在營區裡面 是嚴禁使用Wi-Fi 所以這個 這個在功能的話 基本上是無法使用 OK 所以你知道你中間隔了3年的時間 因為 因為它裡面在2019年就有一群駭客 這個駭客呢 可以透過無人機 或透過電波 直接把你的車子打開 直接可以動你的車門 可以動你的椅子等等的 他們也趕快後續 也2019年之後 瞬間趕快把這個漏洞補起來了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事情是說 只要是電子系統 都有可能有所謂的漏洞 那我們未來 因為我現在老實說我直觀的 我就是對Tesla就是不信任了 那他會講這個東西 他也是非常聰明 有政治判斷能力 有在商業領域他是非常成功的 他在講這些話 背後就是有政治動機嘛 我要問的事情是我們的資安也好 或者是我們其他相對應的 該怎麼去兼顧啊 因為我們這七台車花了超過八百萬 這八百萬 然後呢 我們也沒有再用到他實質的功能 所以其實這裡面有一點矛盾啦 那我再補充一下 在國際上 2020年的時候 聯合國就寄出新規定 要求各個國家 歐盟、韓國、亞太地區 他們車廠必須要保證 這個聯網的資訊安全 供應商在要落實資安 省得有一些供給等等的 那現在這一台 這七台Tesla 我不太清楚 我們當初買它的原因是什麼 是為了環保嗎 還是 當初買這七輛 是為了配合行政院的政策 我們總共買了七輛的Tesla 以及十二輛的納智捷 是 是為了環保 所以才買這個 是 那我們這樣比較起來 Tesla的這個相對應的使用 我們也不可能叫我們的駕駛 直接做autopilot 就是手放開了嘛 對不對 這些都嚴禁使用 所以 我現在很好奇 我們是否未來 國防部還要繼續採購Tesla嗎 因為這些功能不用 那你買它幹嘛 它真正貴的不是車 貴在裡面軟體 對 還有它的這個 Surrounding Services 所以我們未來的態度如何 就依到你的專業 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什麼意思 就是目前沒有規劃買Tesla 以後 也沒有要規劃買Tesla 目前沒有 是 未來呢 未來 配合政策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買 我現在真的是名指名高 你這些 所有autopilot沒有在用 那就不需要了嘛 我認為真的不需要買它 因為 它一進去營區 它說不定還有一些漏洞 這個鏡頭隨時開著 連裡面的長官在講話 他說不回傳 誰知道有沒有回傳 對不對 現在連奈米機器人都出現了 所以我的認知 你們的想法呢 部長的想法呢 我剛剛贊成啦 因為裝備的賦予 要用什麼裝備 是國軍來考量 這樣沒有需要我買它幹什麼 但有些人在一個 一個行政團隊一個政策 如果不是理定的話 那我們該要參與 我們當然要參與 但我們參與了以後 如果對我們造成不變的 造成顧慮的 我們把它給限制掉 這是我們的作為 所以我們匯整來講 第一個 我們的資安 你剛剛中間也隔了三年 才去更新它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它的自動輔助駕駛系統 包含內部的內向式的攝影 對內的攝影機 以及它的聲控等等 這都可能是未來有機會變成漏洞的 所以今天我們確定一件事情 暫時 目前 也許未來 是不再考慮去採買這些嘛 是嗎 目前絕對不會去採買啦 那未來怎麼樣 我們就看環境 那以及這個資安的部分 我覺得放在那邊 心中是會有很多